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南兰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的对手 将会是东道主球队印度尼西亚南兰 小组赛阶段 印度尼西亚南兰只赢下了对阵泰国南兰的那场比赛 但是因为泰国南兰在此前的比赛中击败了蒙古南兰 而蒙古南兰击败了印度尼西亚南兰 所以除了韩国之外 三支球队都是一胜二负 计算竞胜分之后 印度尼西亚才成功晋级 可以说八强球队中 实力最弱的无疑就是印度尼西亚南兰和八人作战的日本南兰 但是即便如此 中国南兰也不应该轻视印度尼西亚南兰这个对手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主场坐镇 所以他们在气势上和求胜欲上 肯定不会输给中国南兰 因而这场比赛肯定会是一场比较艰难的比赛 而根据小组赛最后一场 印度尼西亚对阵蒙古的比赛来看 裁判的很多吹罚都明显偏向于印度尼西亚 首先是在第三节比赛 尚未结束的时候 蒙古的规划球员就因为被多次吹罚犯规而被罚下 其次因为本场比赛蒙古南兰需要赢下印度尼西亚南兰7分级以上才能够积极 所以在比赛还剩下10秒钟的时候 蒙古南兰必须采用犯规战术来获得进攻机会 但是蒙古南兰多次犯规裁判军位吹罚 蒙古队员迫于无奈只能加大的犯规动作 结果裁判直接判罚了一个技术犯规 给了印度尼西亚南兰一次三罚一致的机会 可以说这样的判罚直接导致蒙古直赢下了5分 也间接帮助印度尼西亚南兰晋级了8强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 中国南兰在27日的比赛中 肯定也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判罚 其实早在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 当时姚明所率领的中国南兰就曾在亚运会决赛中 因为裁判的干扰而输给了韩国队 当时韩国采用各种凶悍的犯规动作来防守南兰都没有被吹罚犯规 也因为这次原因 姚明从未夺得过亚运会的冠军 所以这次亚运会 姚明亲自担任领队出征 她的目的自然是希望球队能够拿下冠军 帮助她弥补遗憾 在对阵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中 姚明也一直在场编督战 足以看出她对这次比赛的重视 不过和韩国相比 印度尼西亚南兰的整体实力和中国队的差距比较大 即使裁判吹罚不公正南兰也应该能够轻松拿下 重点还是球员们需要调整好心态 注意避免受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厌达